来源 杨子晚报 记者 张晨星 北京时间12月1日CBA第十轮的比赛 江苏肯蒂亚队主场因为未免冠军新疆队的挑战 前九轮比赛 江苏取得了七胜二负的战绩排名并列党首 新疆队则以一个胜场的劣势排在江苏队之后 最终在马上布鲁克斯超神发挥下肯蒂亚队 以115比99战胜了新疆队 好取四连胜继续排名联赛并列党首 布鲁克斯差点完成大三双 获得胜利最大的功臣依然是马上布鲁克斯 一开场他就展现了休蒙的个人攻击火力 他底角三分命中中投和突破也有斩获 球队取得了7比1的领先 上半场比赛他屡屡在关键时刻得分 又统领了球队的防守 帮助球队半场领先对手13分 第三节比赛布鲁克斯更是在球队从领先15分到被追到直角4分的时候站了出来 他两个关键的三分球帮助球队稳住阵脚 紧接着他又突破造成2 一球队成功防住队守进攻后布鲁克斯三分球在中短时间内的12分让肯蒂亚队回复了11分的领先优势 第四节比赛他继续着神奇的表演 第一次三分球尝试未果但无冠机的补篮还是为球队得分 随后他两次三分球全部命中江苏肯蒂亚队103比85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8分 新疆队基本大势已去 伴随着苏州球迷全场MVP的高呼布鲁克斯用58分12个篮板9次助攻的超神表现帮助球队四连胜 新疆队被防得没了脾气 江苏进攻打得出色但球队的凶狠而强硬的防守更是球队获胜的基石 新疆队不仅自己没办法防住无处不在的布鲁克斯作为一支进攻型球队 他们还被江苏防得没了脾气 典型的第二节新疆队在被江苏队拉开分岔这段时间内 一次被防了个24秒进攻为例 一次被防到了失误 还有一次是仓促出手后的投篮不中 整个第二节新疆只得到了15分 赛后江苏主帅被西路维奇在点评比赛时也赞扬了球队的防守 新疆是一支进攻型球队 个人能力都很好 比赛的第一要务是防亚当斯挡拆 第二要务是防三分球 总之就是要防守 我们做的非常好 新疆队亚当斯虽然得分不少 但我们依然对他限制的非常好 球队整体的表现很出色 我们希望把这个势头保持下去 当被问及球队如今战绩第一 是否有高于季后赛 甚至夺冠的打算时 被西依然很谦虚 我们目标还是季后赛 但我们专注于每一场比赛